中国移民在加拿大购买大批农地 再把生产的作物输往亚洲 此举已经在加拿大引发关注 加拿大怀疑中国政府在背后操作 香港主权移交16周年在即 最新民调却显示 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任度归零 也创下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的最低纪录 在缅甸被认为日益向西方靠拢之际 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 国务委员杨洁篪将在明后两天反问缅甸 此举被认为是意在巩固双边关系 北京污染严重 尽管北京有不少商机 许多在北京工作的美国商人都决定离开 因为他们认为健康远比事业重要 新唐牙的电视整理报道